大家好,我们今天粉丝页要跟大家来介绍 会声会影非常不错的一个功能 就是分割音讯 当我们有时候一堆影片想把一些不必要的背景声音把它取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想要的声音来做一个融合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透过分割音讯的方式来做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怎么做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的影片总是拖拉到我们的蝴蝶鬼上面来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影片 当然我们的影片想把一些不必要的背景声音把它取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想要的声音来做一个融合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透过分割音讯的方式来做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怎么做 那今天我们把我们要的影片叫做分割音讯 我们把分割音讯把它点选之后 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蝴蝶鬼上面多了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非常多的背景杂音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把它单纯的 这个声音加入我们的音乐 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再来看一次这个影片 其实它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音乐 无声的一个影片 好,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在分割音讯 我们把分割音讯把它点选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套用或是我们的蝴蝶鬼上面 需要的一个声音轨被切割出来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声音轨 好,我们再来播放一次看我们家的效果 好,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次这个影片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加到一些 背景声音的一个影片 好,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可以选择 在会生云里面就是跟大家介绍 声音素材跟音讯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套用 或是你加入自己需要的一个声音档 把它加入下来 所以我们可能把声音呢 拉到我们的这个声音轨来 好,我们再来播放一次看我们加下来的效果 好,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就加到一些背景声音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边有非常多的工具 大家可以来做一个使用 今天是跟大家来介绍 分割音讯的一个功能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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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